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 请问如果我现在是念室内设计系 那想要参加建筑领域的选拔 会有机会吗 哦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耶 说实话因为室内设计的scope比较小 那大部分建筑领域海外合作的单位 都是以建筑的学程为主 那scope可能稍微大一点 不过我们主要看的都还是作品级 不管是国内的初审的评审 或者是海外决选的老师们 他的focus都是在你的作品级上 那所以如果说你在念室设的这个期间当中 你也是有接触到所谓的建筑设计 或者是空间 比较大型的空间的设计的部分 那都很鼓励同学可以放上来 那来试试看 我们其实之前也有室设的学生 成功申请的案例 那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 但是因为不晓得同学们作品的走向 或者是范围在哪边 所以我们这里没有办法 很明确的跟你说 有或者是没有 但不会完全没有啦 就是还是鼓励大家来试试看 没错 那期待收到同学的报名咯 这集我们的脚步会从第一集的美东 走到美西 继续带大家一起了解各个城市 以及培训单位的特点 那目前我们在线上的学员是分别来自 动画组的信惠 四川组的维尼 产品组的品尘 以及建筑组的基东 好我们想先请四位学员分享一下 你目前在美国西岸的哪个城市 就读哪所学校还有你的系组名称 大家好我叫郭云妮 我目前在美国加州 帕萨迪娜就读 Art Center的平面设计 大家好我是陈信慧 我是目前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 就读Animation and Digital Art 哈喽大家好我是品辰 我目前就读于洛杉矶 帕萨迪娜的Art Center Product Design产品设计师 大家好我是吴季东 然后我现在是在博客来 就是加州的博客来 然后读的是UC Berkeley的CED 就是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底下的建筑系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你们当初 为什么会来参加金培这个计划 还有就是当时你收到我们通知 说你已经上了金培 当下的心情是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会想参加是因为我走在我们学校的走廊上 看到金培的海报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海报在召唤我 然后原来我们好像是有用的 海报有用耶 你是哪一间学校的大学 我是府人大学 哦 府人好 因为你们那天你们没有来我们学校宣传 可是可是我就看到那个海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有去时尚组啦 只是可能对比有时尚组到你们系上 对 还好海报有用 对 还好他有召唤到你了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永远记得我收到新的那天 因为那是特别的一天 怎么特别 因为我前期提到一下 因为我们这届不知道为什么 四传组的bar center是最晚放榜的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有看到其他学校的 就是有看到我的同学也是上金培的 然后他已经发说他拿到一个名额 然后我那时候以为我都没有收到 我是不是就没上了 然后本来超难过的 然后我记得我收到的那天 是我正在我的毕业站 我那时候因为我大四 我刚好我要参加毕业站 然后在那天的时候下午收到的吧 然后因为其实我们放榜时间特别晚 然后我们又一直 我已经在毕业站了 我其实心里已经有大概想好说 我如果没有拿到我要投哪间公司 然后我的作品集啊 履历 我都其实都准备好了 我是准备又留在台湾找工作了 就有点不到希望了这样 对对对 那时候收到就会很 所以才会让我记得特别不真实 那天我也会一直记得 就很 算是很觉得自己很幸运吧 居然有机会 可以 可以在像 多拿了一年 多出来一年学生的时间 让我学习 然后跟去国外看看 所以我一直 那时候除了觉得很不真实 外也觉得自己 真的很幸运 很感谢 很感谢这一切 所以你那时候在展场的话 你有 有尖叫啊 或者是 当场落泪 然后搞到旁边的人 想说他怎么了吗 我那时候刚好自己一个人在吃饭 然后 我就 我那时候 就在一个偏僻的角落 哭 真的哭啦 对啊 因为刚好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 持续的波动比较大 因为对我来说 可以出国念书是一个 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但是我知道我们家 可能 没有办法 送我出去 所以 那时候 真的身体上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就是 很像在做梦 嗯 真的让所有 优下要出国的同学都知道 其实金培我们会支付你 出国这一年的 所有的学费 学大费 然后还会补助你的 生活费 所以如果想要不要有那么经济压力的前提下出去的话 那参加金培是一个蛮好的机会 对 但是当然是不可能说全部都不用付钱嘛 但那个负担会从大概压力值会从100降到10吧 10以内 对不对 那欣慧呢 嗯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在兵科念的 然后那时候很多老师都有介绍这个计划 然后那时候也想说 然后那时候也想说很想要去国外看看 然后出国也可以 能有更多机会可以参与大专案跟电影 所以那时候就决定一定要来参加 然后就工作两年累积了一些作品 然后再去台医念研究所 然后在研究所的时候身边很多同学就是也都想要参加这个计划 然后有同学已经先因为这个计划出国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会彼此激励 然后一起念英文一起去考试啊 一起讨论出国念书出国工作的事情 对 然后那时候录取的心情就觉得非常感激 就是因为从决定要成加到真正报名跟报名之后 准备的过程非常漫长 不过我觉得一切都蛮值得的 然后也非常感激教育部跟金培主办方 是因为收到信的时候没有譬如说 就是情绪比较激动 跟家人说啊 报告这个好消息 有啊就是第一时间是打电话跟爸爸妈妈 就是奶奶他们都说了一下 因为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厉害的同学 他就是有跟我们推演一下 觉得可能谁会上什么 然后感觉都有说中 真的假的 怎么会推演 这个是占卜了 所以他那时候其实就有推演说 你可能你应该是会上这一件 对因为那时候我排名 呃那个 那个叫什么啊 呃培训班的排名比较前面一点 然后作品级的排名又比较前面 然后刚好又把南加大填来第一顺位 因为南加大的规则就是 第一顺位就会先上 是这样吧 所以他觉得我一定会上 哦 他比较好预测 因为不是每一间学校 海外学校的规则呢 就不是他们每一间的前规则 都是一样的 所以有的学校 其实我们就是办公室这边 也很难预测 因为我们在给资料的时候 是不会给出同学们 在台湾的排名 我们就是单纯的提供 你们的作品级 跟就是海外学生 要求你们提供的资料 那所以大部分的学校 他其实还是看这个学生的属性 特性跟他的所学 是不是符合他自己学校的风格 或是他觉得他可以带给你 更多的成长 那他就会选择某一名学生 所以有时候这个预测可能会准 有时候可能不准啊 大家不要把那个排名 放在心上看得太凶这样子 但是还是很恭喜幸会啊 就是能够顺利的获得这个机会 好那我们请品财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当初报名的动机 还是还有你就是收到这个 结果通知的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 就觉得念设计就一定要出国看看 然后可以拓展自己的事业 所以我在当时就有积极的准备 学校的交换学生 然后还有语言鉴定 然后刚刚好当时 金培到戏上宣传 然后就听到有极高的奖学金 还有生活补助 另外还可以在国外待一年的时间 然后相较于学校的交换学生来讲 时间更长 就有更多机会可以学习到更多不同的东西 所以就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然后当时就开始从作评级 开始准备起 最后是在大四的时候申请到计划 然后我觉得在准备的过程中 非常不容易 因为在其中需要经过一些作品级的筛选 还有工作影 需要跟各校的顶尖学生竞争 还有需要在时间紧迫 还有高压的环境下传出作品 最后成功的申请到R Center留学 觉得很不可思议 然后现在还有一种 在学校会有一种 竟然可以待在这里的感觉 就会觉得 很荣幸 很生气吗 对 得到这个机会 对 都过了半年了 还让你有这个生气的感觉 对对 看下这个冲击是蛮大的 我印象中品尘你好像不只参加一次 对不对 对对对 可能就是参加蛮多次 然后最后真的争选上 所以那个心情可能是更激动 更兴奋的 对 就是很开心 就是最后真的有成功的申请到这个机会 所以你说到 因为你也不只参加一次嘛 所以人家可能是花一年的时间 但你可能花两年 或是 我不太记得你确切参加几次 但应该就是一年 一年以上的时间在 在征选 在精陪的征选中 所以你收到的时候 应该情绪波动更大吧 对啊 而且当时候我不是自己看到那个邮件 可能是我同学跟我说 欸你好像上了 然后说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赶快才去自己去看那个邮件 真的上了 然后我就赶快跟 就是赶快 对也是跟家人这样说 就是真的有成功申请到这样 哦 那你有哭吗 没有 很想知道大家有没有哭笑了 说定会洗集合器嘛 我们有学员说他抱哭耶 好哦 那季东你呢 你当初为什么会来报名参加金培 还有你当时知道 获选到加州伯克莱的时候 有什么心情 季东应该也是属于情绪会波动比较大的 因为他也是 如果没记错的话 季东也不只参加一次了嘛 对我参加两次 然后我那时候刚知道是因为我 因为建筑组好像开始的年份比较晚吧 所以我身边几乎没有同系 或是同样领域的朋友有在申请这个 然后那时候我是有一个朋友 他是念服装设计的 然后他就知道有这个机会嘛 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一起参加 然后那时候我好像才大三生大四 就是因为建筑组要念五年 所以那时候其实申请也不是想要上 就是想要先试个小生 不能这么说啦 训练一下吧 是不是 然后就被垫得很惨啦 因为那时候好像三十五年吧 然后我好像排二十五名 就是掉车尾就满糟糕的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就是因为前面有一次经验了嘛 然后就比较得性应手 然后排名就比较前面 然后就有申请上了这样 所以就是这个过程也是蛮漫长的 然后就最后收到的时候就也是蛮开心的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开心跟兴奋跟期待之余 还是有一点点的紧张跟担心嘛 因为就是还是要到国外生活嘛 然后跟原本的就是环境跟语言都 就都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嗯 开心至于有一点担心这样 嗯 其实都蛮务实的 对 比较务实的 就是知道自己要出去之后已经开始想说 那我要怎么办 我现在要怎么弄 还是要住哪里 好的 那其实大家我们刚刚听了你们就是 为什么要想来报名啊 然后包含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 这一切这么不真实 但是确实就发生了 那也实际到了美国西部生活的半年 那因为美西我们大概会想到的就是 阳光海岸 长长的公路 然后美景啊 这一些就是很 很chill的城市啦 对 那也想要了解一下说 你们在那边已经待了半年了 对于你所处的这个地方 有没有一些你觉得 从设计师的眼光看来 就比较特别的地方 或者是在文化上面 有没有受到一些冲击 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 Persetina它其实算是 偏郊区的地方 所以这里其实 有点类似高级住在区 它跟Downtown LA非常不一样 就你走在路上 就可以很明显感受到 Persetina很干净 它相对也安全很多 比起Downtown 或者是Kate Town 就是洛杉矶比较失踪性的地方 那边的话 就是会真的很建议 晚上就不要出门走 可是Persetina 好一点点 可是在晚上还是 也是不要太晚回家 大家还是要注意人生的安全 晚上毕竟不要落单比较好 对 但整体来说 Persetina是 真的是蛮好的一个 居住的地方 我觉得 你自己住也是住在Persetina吗 对 我住离学校很近 我就走路去学校 所以你不需要开车 对 我目前是没有 可是如果你要到 升级的其他地方的话 还是 有一台车还是会比较方便 本场地上应该是有分校区 对不对 对 不同校区 因为它 因为市场跟产品的校区不一样 对 产品是在Hillside 所以它不能不开车 也没有 因为学校有Shadow 就是 Shadow还蛮方便的 应该说 也没有到超级方便 可是班次很多 只是你就是要花时间 然后你要稍微等一下 但 没有到非常的不 没有 就是如果你要去Hillside的话 也不会到超级不方便 哦 那如果购买生活用品呢 就是 变成你要找 有车的同学 载你去吗 还是 呃 购买生活用品 搭公车也是可以 这个公车没有台湾的方便 就可能 二十三十分钟 一个班 你就要看好时间 然后 没有车的话 你一次性不能买太多 就你要自己扛回来 就是 不过 不过生活用品 就是还是得到 Downtown去买 还是说 其实在Pasadilla 就可以解决啦 Pasadilla就可以了 就很多 还是有蛮多超市 就来这边的话 就会知道 就 就会大概知道 有哪些超市可以去 洛杉矶的点就是 都蛮分散的 它很大 所以 就要排一天去 就之前听到蛮多 同学分享 就是 其实在加州 没有车跟没有轿 差不多 对 很多时候 就是要找同学 有车的同学 要不要一起去 因为他们一起 趁车车 那欣慧呢 你有没有什么 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我来洛杉矶之前 就是 很多人说 洛杉矶很危险 然后 传一些 抢劫商店影片 给我什么 然后 那现在怎么那么坏啊 是恐慌 当然是恐慌 我们是想要 现在里有一个 心理 准备 安全之上 对 然后 然后就是 我来这里之后 发现其实 也还好啦 就是 平常走在路上 也都蛮宁静的 但是 但是不过 学校有一些措施 就会 显示说 诶 这附近可能 真的 不太安全哦 就是学校会有一些什么 一些区域 往外延伸一些区域 是24小时 会有站岗的 人 我们叫小黄人 然后 晚上过 六点之后 会有freelift 就是 美国的 Uber 呃 对 就是 这些迹象 就显示 啊 这可能 还是 蛮危险的 然后 所以就是 有一次呢 我们家附近 火灾 然后 我就想说 好可怕哦 就 我室友就 推荐说 呃 有一个软体 叫 什么 Citizen哦 然后宰了之后 就可以 看 呃 你周边 有发生什么 案件 然后 结果就发现 真的超恐怖的 就是可能 几条街之外 就有一些 枪击案 什么的 对 但是 不载就 就 不载不知道 全 就 还是就是 对 看要不要当个 无知的人 较快乐 这样 这个APP 好全面哦 随时跟你update 你周遭发生 什么事情 对啊 但是还会 不好耶 呃 不知道 但是他也会提醒你说你最近周遭有一些什么状况 你可能要注意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学校是偏安全的耶 但是我觉得最很有趣的是 呃 要辨识一个地方安不安全 你可以观察它的呃商店 像target 然后上所橱窗多不多 然后像我们USC里的target 上所橱窗算少 但是 你去downtown的话 会发现 也那种指甲油 贵 那种很便宜的 指甲油 它都要上所 就表示 附近就是会有很多零元购 所以就是要小心一点 美东的同学有提到 就是美国现在零元购 好像都蛮普遍的 但你们学校里面 还有target 哦有啊 有target 然后Trader Joe也有 超方便的 超方便的哦 真的 不会学生还有折扣 就没有 我也希望有 好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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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羡慕 Pasadina的应该更羡慕 因为我们在身 真的 他们要去买那个 要去买生活用品 应该都要开车 很麻烦 真的 很麻烦 平成你现在有车吗 你会开车吗 还是你要 我没有 请同学帮忙 对 请同学帮忙 或是要搭公车 但是这里的公车 就是都在雾点 对我的 就很麻烦 嗯 那Pasadina跟LA那边的安全状况也是类似还是Pasadina那里其实是更安全一点点 我觉得Pasadina很安全因为我是听大家说就是这里是富人区所以就是生活品质还有安全性都还蛮高的相较于当趟来讲 这个维尼好像也是有跟我们提到就Pasadina相对来说生活的质量高一点 对 那所以说除了安全之外你有没有觉得说哪边让你觉得比较不一样 比较有记忆点 Pasadina就算是一个还蛮历史悠久的区域 然后所以会有一些历史的建筑 所以其实他的街道都算蛮整齐蛮蛮典雅的就是有一些老建筑 然后相较Dontown来讲 他的城市建筑的形式就不太一样 Dontown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现代的建筑 然后可能路边还会有一些涂鸦什么 但是在Pasadina这边就看不到这些东西 对 阿森特它有两个校区吗?你是在Hillside 然后维尼是在South Campus吗? South Campus 对 这两个校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嗯 两个地方差蛮多 像是Hillside的话它是在山上 然后它就是以一个桥梁作为它的建筑 就是一个桥梁 对对对 像South Campus的话就是它有好几栋建筑 都是它的校区 然后相较于Hillside来讲 South Campus就像是整个全部的教室 都是在同一栋建筑里面 就是像一个 怎么说呢? 有点像一个小补习班这样吗? 就是 什么东西都是在同一栋建筑里面 所以其实学校并不是很大 就是在Hillside这边的校区 其实并不是非常大的感觉 对Hillside不是很大 但是它会有一个户外的区域 就是会有一些草坪啊什么的 你可以去休息 但是在South Campus的话 都是在建筑里面而已 哦 Hillside确实是蛮chill的啦 就是感觉如果天气不错 可以出于野餐的那种 对对对 而且 Hillside应该天气向来都很好吗? 有很多 对非常好 而且Hillside那边就是 是真的还蛮大自然 然后有时候我还有看到就是有露在那 露在外面 哇 对 这也太天然了 很天然 就是还蛮度假的感觉 但是虽然是度假的氛围 听说你们的课程压力很大 作业量 可不是度假的 超大 就是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到外面的草坪 所以外面很漂亮 以前的学章姐有跟我们分享过你们学校的IG 就是那个大家在各个地方睡觉 对 睡觉对 有有有 所以稍微有草地 超累的 真的是累惨 草地用到的时间可能很少 收定在草地上睡觉 但是起来可能会黑两个色阶 好 那季冬呢 Berkeley 对 就比较偏北了嘛 应该是 风景更不一样吗 嗯 对我 刚刚其实讲到那个自然的问题 我蛮有共鸣的 因为 我们这边学校有一个系统 它就是叫做Berkeley warn me 然后它就是 学校如果附近发生抢劫或是抢疾 它会直接 就是透过学校的信箱 寄一个通知信给你 跟你说你要小心 这样子 对 就是我们这边好像也是会 蛮常发生这种 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啊 但是 基本上走在路上也算是蛮安全的嘛 就是你不要 就是大半夜出去跑 就是在路上走大概都没什么事情 然后 所以除了自然之外我觉得 嗯 这个就是湾区这边 房价是我有点被吓到的一个点 就是 我本来以为 就是我来之前我在脸书的社团找房子 然后看很多可能套房都是 一个月六百到八百美金吧 然后 我就去 就是跟房东联络 然后 就问了一下状况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们就 就叫我汇钱 就是要付定金 不然 就是 会被人家租走这样子 然后 我就可能问了一些在美国生活过的朋友 然后他们都觉得 是有点太便宜了 然后后来 对 这种租诈骗好像蛮多的 对啊 然后我后来就发现他们都诈骗了 所以就是 我后来是来到当地之后 我就先住朋友家 然后 再找房子 然后我后来是租那种 有管理式的新公寓 然后房租真的是超级贵 多贵啊 想了解 没有概念 他 我 因为我住的是studio 他就是套房嘛 就是有就是 简易厨房的那种 对 他其实厨房算是 还蛮高级 就是连洗碗机什么 烤箱 在台湾就真的是 小公寓 这在台湾也很贵啊 可是在美国之前真的是太夸张 我 已经拿到两个月免费的offer 然后他 一个月 平均算下还要2400 然后是不含管理费 哇 2400 然后加上什么水电瓦斯 可能一个月要2500 2600 就是 就是有点太贵了 真的喔 但为什么会有两个月的free offer 因为可能 因为这边好像就是他的deal就是这样子 所以可能要吸引别人来住吧 喔 所以就你可能住12个月 然后只要付12个月的钱这样 对 所以他本来是开2700 然后平均算下来可能 两个月加进去就变2400 嗯哼哼 对吧 还是真的很贵欸 对啊 但是美国的物价 确实是比我们高啦 对 不过大家有一个好消息 是我们的生活费有稍微调涨了 对 我们应该都知道这个消息了吧 有 好开心的 好我们先回来聊我们美西的这些不同城市之间的特色 在你们所处的这个美西的这个城市到校园之间的连结 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彼此呼应的地方 或者是说你们学校的教学风格啊 或是环境 让你觉得哪里是很好的 那对你是有帮助的 阿SENTER有一个特点是 学长姐跟学弟妹之间的分界不会很明显 因为很多TA 很多课程都会有TA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是你另一堂课的同学 然后大家 其实都 会很开放的一起讨论作业 也会 老师们也都会又引到 像同学在简报之后 他会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给他feedback 就不是只有老师一个人在讲 会希望大家是一起讨论这个氛围 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因为尤其是可以跟同学讨论自己的专案的时候 我很喜欢那个过程 因为每个人都会给了我不同的见解 那有时候这些间接组成在一起 会让你的专案变得很不一样 就同才可能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想法 对于你在做设计的时候 其实帮助是蛮大的这样 那欣慧呢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USC我觉得跟洛杉矶有呼应的是 我觉得它就是 位于影视产业很发达的洛杉矶 所以它就是有很多很大的影视公司 像是迪士尼、Dream World、Netflix这些 都在学校附近 洛杉矶附近 所以我们请了老师 也都是请在这些公司上班的老师来上课这样子 不就直接是夜师来带一堂课 嗯对 那很赚耶 对啊 那这些课程老师有机会 因为夜师嘛 他有机会会把一些业界的计划 带进来让你们尝试吗 比较没有听说这样子 不过老师 有些老师会自己举办一些活动 所以也都可以自己参加 嗯 像那个 呃像 有一堂课是Visual Music的老师 他就会 在校园里面举办 像是 要投影在建筑上 然后会 看 有没有同学有兴趣做那个投影建筑的动画 就可以自行报名的 嗯 不过其实就是他没有把真的Case带进来 应该 他们就是教的观念都是还 最新的 会是在业界蛮适用的 就是现在业界正在做的时候 嗯 对啊 所以算是 对于你们未来可能 呃毕业马上离家要找工作的话 其实是会有蛮大的帮助 对不对 嗯 教学的风格 我觉得 呃 这边老师就是很擅长鼓励每一位同学 然后 即使 呃不管这个同学他的作品是好是坏 应该也没有说作品好坏 就是他会很擅长 找到同学的优点 然后放大他 然后 呃 每个同学也都很有自己的风格 就是这边的老师非常鼓励同学们发展出自己有个人特色的作品 然后 我觉得USC主要是在培养的人才就是呃 呃创作性艺术家导演或是Future designer storyboard artist 这些有前期发展能力的人才 然后当然除了这些他们专业技术也有专业技术上的课程像Motion Capture Houdini跟ZBrush 呃 然后就是这些专业技术课我觉得呃 呃老师不只 会强调技术就是同时也会 呃跟同学说啊你要思考怎么把技术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 就是都很观测就是这边学校想培养那种创作性艺术家的精神这样 然后呃我觉得经过第一个学期的体验就是我对于觉得USC在我专业能力上的注意注意比较大部分是帮助我思考呃个人的创作发展啊创作心态还有未来的工作大陆发展就会让你头脑爆炸啊之类的东西因为因为就是看到很多同传不同风格 然后还有老师一直鼓励跟强调的就是会开始呃应该不是说开始就是会会潜潜移默化就是激发你想要思考这些问题 平成你觉得就是阿森成那边的风格也是类似像这样子吗或者是他有什么特色对你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也是同样我觉得洛杉矶整体的氛围都是还蛮开放的然后可以接受不同的意见跟喜好 在Art Center的教学上也同样展现了这个部分 那学校每周的作品都会有critic的环节 然后在发表完作业的时候 老师和同学都会非常认真的给予建议 然后在现场都会一起共同讨论要怎么改善你的设计会比较好 就比较不会是单向的吸收老师给的建议 而是从讨论的过程中去找寻最佳的解法 然后在思维上就比较不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可以发挥自己更多的创意 然后展现自己的特点 嗯他算是比较自由的学风 就老师也会尊重你们的想法 对对对对 比较算是讨论交流的 所以这个critic的环节是只有师长给建议吗 还是说其实你们同学之间他们也都会加进来这个讨论 对对对就是 老师跟同学都会一起在旁边听你发表 然后 老师也会鼓励同学就是直接在现场给予建议 然后会一起互相讨论 就是该怎么设计会比较好这样子 对所以你可能会获得很多不同的不同面向的意见 然后你可能自己也要给其他同学你的建议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整个上课的过程当中 除了自己要发表之外 也是要去听就是各个同学的作品这样子 就应该是蛮难得的一个练习啦 因为台湾是比较没有这样子的 通常我们是单向的比较多 对我们通常都比较不愿意去发表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说也不会被cue啊 不被cue的话大家就不太敢说 被cue有时候我们也好像觉得拍谁这样 我觉得我就是欠缺这一点 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台湾就很少有这种机会 去发表自己的看法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说 你自己这么讲会不会就是 得罪人嘛 对对对类似像这样 然后在这边的话我就觉得还蛮开放的 然后同学也会很认真的聆听的建议 就是一个互相都有在学习的 嗯 所以可能练习练习也比较有自信 就对于你自己发表想法上面 也慢慢会越来越有自信 对对 嗯 我觉得这个open mind 可能是因为是双向 就是这个环境里面 所有的人的心态都是开放的 那这点可能也比较能够鼓励我们学会就是去 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 因为你其实讲什么没有什么东西是错的 那当你认知到你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比较愿意开口 比较没有负担 对对对 好 那季东的部分呢 季东你的学校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 还是对你帮助比较大的地方 嗯 Berkeley这边它城市其实我觉得还蛮朴实的 就是它没有什么高楼大厦 然后这个地方的发展大概也是就围绕学校这样 然后我们学校呢 因为它算是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 然后可能因为名望跟历史都就是让这里的学生 就是有一个蛮强的认同感 那也基于就是这些条件 所以感觉我们学校就是一个蛮传统的状态 然后它也跟我印象中就是美国大学的感觉 我觉得差的就是就差不多 然后再加上就是加州就很chill 然后又没有东外那种就是大城市的竞争 然后也不会 我觉得我们系上也不会像欧洲的建筑系那样 就是一直要求新求变 所以感觉上是还蛮扎实的 然后就就不会有很多那种很提花的操作 所以我觉得是还不错啊 然后就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做设计 然后就是学业压力的部分 就我刚刚听到分享是说就是好像很累嘛 但是我在这边感觉是就比台湾轻松蛮多的 蛤? 所以 你这个说品尘要伤心了 他说为什么 品尘很难够 品尘明明都是在西部 都是很chill的城市 我只能说学校风格不一样啦 毕竟Art Center就是一个私立的 就是比较与具面大技能为主的 诶?你不能说点浆 大家都可以 就是风格不一样 只是它是公立大学可能相较之下 更chill 对我觉得公立可能是有差 然后 对然后我觉得也因为公立学校的关系就是 好像因为我除了设计课以外 就也有修其他别的系的课 然后我的感觉是 就是真的是蛮chill的 然后也上课不太会有什么规则 就是基本上你就是中途离席 好像也都无所谓 然后 就你想要中间打断老师或是怎么样 好像也都是蛮正常的情况嘛 所以我感觉是 就这个地方好像就是一个 美国好像就是一个没有什么规则的地方嘛 就你只要不要太夸张 或是不要严重影响到别人的话 好像都是无所谓 就蛮自由的 因为他尊重你们各自的想法跟发展啊 跟表达自己的 不过这也太尊重了吧 就是你中途离席也无法 但是 对啊 就肯 很浩浩的跳课啊 就没差 对 反正上学的是你自己的事情啊 你应该要为自己负责 确实 Berkeley的学风就是自由 它以自由的学风文明 但殊不知如此自由 那你还是必须要自己有一些自制力 如果你想要在那边学到东西的话 你总不能都不去上课吧 对 那可能真的是公私力的差别 但是到U.C.VLU可以这么好的学校 应该这样子的人也不是太多吧 可能他也许他们跳课只是觉得说 哦这个课的内容跟我想的不一样 那我可能 或者他有其他自己的作品啊 对 他可能他的目的不是 不是这个 那他就觉得我就 就这样子 即使指寸嘛 指寸点 就是不上了 对啊 然后就我想补充一个 就是文化上面的小观察 就是因为 刚提到说我觉得美国就是一个 没有什么特定规则的国家嘛 然后就不太像日本 就是很讲究利益也不会 像台湾就是手不踢都要靠右边之类的 就是有时候小小违法 好像大家也见怪不怪 那所以 就是因为感觉LA或是 很多美国其他地方也都是就是 Jaywalking就是蛮正常的情况 就是行员就是 没有车就可以过 就不管黄绿灯 哦 对我这边也是耶 我看到也是蛮惊讶的 他们都不怕被撞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车相对也是 比较离让行人啊 对他们都超有礼貌 很离让 哦 那大家回来千万不要这样哦 对 然后再这样子养成习惯了 回来 回台湾的时候 很害怕大家在那里 一年之后就习惯这个 所谓的Jaywalking 然后回来就 哦 很可怕 还是要小心 还是要看路 好 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 学校的教学风格嘛 那不晓得到目前为止 大家也都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了 那你们有没有觉得哪一堂课 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那你在这个课程当中学到了什么呢 我觉得是Transmedia的课 那是一堂需要用投影 投在实际的物体上面的课 那堂课 让我 算是给了我更多不同的经验 因为我以前一直都是投注在 电脑上面的动态设计 我很少尝试 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投影的东西 然后 这次有修Transmedia课 我们实际投影了不同的专案 然后你可以去尝试不同的材料 像我自己有投在布上 或者是镜子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媒材 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它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动态 作品真的被投射出来的时候 那种感觉 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所以那堂课 实作跟最后的成果都让我很开心 就我很享受学习那堂课的过程 那在USC的新会呢? 我觉得现在最有趣的课 是目前第二个学期上的Visual Music之堂课 这虽然我才上了两节课 但就超有趣的 我们第一节课的作业是Visual Score 就是把你听到音乐的每个你听到的东西都画出来这样子 它是可以训练自己剖析跟结构这个音乐 然后练习自己敏感度的方式 然后老师叫我们用很有逻辑的方法去把你听到音乐视觉化 就是它会请我们观察音乐里的pattern 然后instrument voice跟 movement of change pose或constraint 这些东西观察出来 然后并试着把整个音乐的structure break down 然后并且把这些观察到的乐器 转换成每个motive 就是转换成每个符号 就看你要创造什么符号去诠释它 然后再把这些元素结合起来 就是让我感觉就是非常有逻辑跟很有方法的去创作这样 我蛮喜欢的 然后上学期还有一个课是John Mahalin老师 我非常喜欢他的课 我上了他的ZBrush课跟Comcept Design的课 然后这个老师他就是不只教我们上课的内容 他还会给我们很棒的创作观念跟心态 像是在ZBrush课的时候他叫我们导科恐龙 就是他教的工具都非常简单都是一些基本功能 但是我们却可以用这些基本工具创作出看起来很复杂的恐龙 然后这个过程就让我了解到在创作一件东西的时候 重要的是你想传达跟想要呈现的内容 然后工具都只是辅足就是你要呈现出你想要的效果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也不要把一个东西你想要的东西好像非常难 然后就不敢去做它就是让我了解即使用解纳工具也可以做看起来很复杂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蛮多鼓励的他的这两堂课 然后就是经过他的课之后 让我发现我以前对于创作跟画画的压力好像非常大 就是每次想要做作品的时候就会想说 一定要做出很棒很厉害的作品才行 然后经过他的课之后我就了解到说 可能就是要不要放太多自己的个人情绪在作品里面 这样会让自己感觉很有压力 就是比如说不要想说这个作品未来会带给我什么 对找工作有没有帮助 就是要单纯去享受创作的过程 然后纯粹的心态去面对创作这件事情 然后也让我反思就是既然你是在尝试创作一个作品 那既然他是尝试 那就不一定每个作品都是好作品 就是建议自己比较坚强的一些心态这样 我觉得很棒 感觉上有点像是让你反扑归真回到 当初喜欢创作的初心 找回创作的对对对 热忱啊这一些 只要出出来的东西是自己喜欢的 其实他不一定要真的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 或者是说每一次的创作都是一个尝试 就是对信辉刚好说的 他不见得是最终的结果 可能不见得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好作品 可是可能这中间的尝试 就是会带给你更多的想法 最重要的啦 因为你有拥有良好的心态你在设计这套路 应该是可以走得更长更远 那品尘呢 品尘最印象最深刻的课 除了永无止境的作业之外 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我最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是CMF课 是产品设计 是为产品设计它的色彩材质 还有后加工方式的一堂课 那我在台湾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课程 那老师就会从颜色的识别 然后软硬材质的介绍 就是一步一步让我们认识其中的特性 还有互相搭配去产生的差异性 那我自己过去在产品设计的过程当中 常常是因为自身对于颜色还有材质的偏好 然后直接替产品去设计它的外观 但实际的CMF设计是需要考虑到 非常庞大的资料 像是公司背景、行销策略 还有目前的流行趋势等等 所以就连它颜色的选择也是需要考虑 所以可能在不同光线下 它会有产生不一样的变化 像是日光灯、太阳光 都会呈现出一样的效果 再搭配上可能不同的材质 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所以让我理解到这个领域的专业性 也就会非常有趣 那我在这学期也有修相关的课程 就是我自己也希望 未来会继续往这个领域继续发展下去 比较偏材质的选择 对,色彩材质 还有后加工方式 就是为产品设计不一样的系列 没有一开始你想象中的这么直觉 就对了在这个方式 其实它是科学吧 对 其实是需要考虑到很多不同的资料 还有背景 才可以为产品做出一个选择 就是是需要 就是对 不是那么直觉的东西 感觉都是大家印象深刻的课 就是打开了你们新的一个世界 所以让大家觉得特别的有感受 对,就是在过去都没有办法 没有机会接触到东西 嗯 细节还是蛮多的 那季东呢? 季东有印象的课也是打破了你的原本的想象吗? 嗯,我有两个想要分享的课 就是第一个是我这学期有修一个课 叫做...它叫什么?我看一下 你课的名字你都不记得 你有去向课吧? 他说Leadership 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 它其实不是建筑系的课 它是就是好像工程学院的课吧 那它其实就是在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那我那时候会选这个课是因为 就我觉得好像做设计的时候 就是至少建筑系 它是没办法自己独立完成的 那你可能以后要当设计团队的一员 或是你要带领一个设计团队 去跟其他团队沟通协调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在谈领导的课 应该会... 就对于设计来说是... 还是有帮助 对,然后就是上了第一堂 到现在好像上了两堂吧 那我就觉得说就是 蛮颠覆我原本的想象嘛 就是它除了会教你一些 可能就是美国常见那种商业的 就是领袖的 典型的一些操作之外 它还会要你进行很多的反思 就是要你去思考说 就要你一直检讨自己这样子 然后就蛮有趣的这样子 生涯成长课的感觉 对,因为台湾好像很少有这种课 没错 而且就像季东说的 因为建筑领域毕竟它是一个团队合作的... 对 的工作 所以... 比较没有办法独立完成啊 那你跟人之间的交流嘛 而且建筑师应该是蛮需要去引到 就是其他的工班啊 或者是其他不同职种的人 去一起把一栋建筑完成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设计课嘛 就是...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 上学期末我在评图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课评老师 他其实... 就是有说到 他觉得就是美感很重要 因为... 就我在台湾的时候 好像... 至少在我就学期间 我感觉... 老师好像比较... 就他们其实蛮重视... 就是可能实用性啊 或是建筑法规 那或甚至是... 就是学校的评图规矩之类的 那... 就是我在美国 接触到比较不一样的感觉是 就刚刚也有学员提到说 就是思维很开放嘛 然后... 基本上... 嗯... 老师会看你重视什么 然后... 依据你的... 思维来给你建议 那... 就假设他们如果不太认同 你的观点的话 也不太会用那种... 上对下的语气来跟你说交 然后... 所以我觉得 资深之间的评论的关系是... 就是... 有印象蛮深刻的 这样子 然后... 对... 然后我就想要给... 就是... 其他的... 啊... 还在路上的学员的建议 就是我觉得说 像刚刚提到那个... 美感的层面嘛 那... 因为有时候... 就如果你自己... 你有自己相信的价值取向 但是... 可能假设在台湾你的... 价值取向跟... 情景不是非常吻合的话 其实我觉得好像也... 不用特别的... 去改变自己去迎合这个环境 然后... 而是可以就像你这样... 参加金培 然后... 跳脱你原本所属的环境去看看 那... 或许你就可以在... 其他地方找到... 就是... 认同你价值取向的地方 这样子 对... 嗯... 没错... 世界这么大... 一定有适合你的地方 对... 那... 刚刚就是... 大家都分享了很多... 你们在学校学习到的... 还有你们所在的城市 那...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想要请大家再回想一下... 就是... 当初参加金培... 就整个征选的流程...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那... 我们也希望说... 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些收获... 譬如说... 言行可能认识了国外的老师... 然后... 复审的时候把... 音简都已经... 呃... 呃... 那... 在你们的... 学长节的角度上面... 有没有在哪一个环节里面... 你现在是觉得... 比较有... 印象... 比较有收获的... 可以... 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最有感... 最有收获的... 应该是... 参加言行的时候吧... 那是我第一次... 用英文... 跟国外的老师... 讨论专案... 然后第一次... 学习... 学着用英文... 学习一些... 设计上面的知识... 所以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成长蛮多的... 还有包含... 用英文简报... 但因为我们这些... 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是... 线上的... 所以... 可能跟之后... 学弟妹的... 状况... 会有点不一样... 但... 呃... 那两个礼拜... 算... 蛮累的... 可是我觉得... 从那之中... 也学习到很多... 就来自不同... 学校的老师... 然后不同的专案... 跟观念... 但是我觉得... 嗯... 让我成长很多的... 一个环节... 大家真的都是... 对延细影比较... 有感... 特有感觉... 因为后面的东西就是... 准备治疗... 对... 那就是自己... 自己的事... 哈哈... 那星惠呢... 你有没有什么... 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我... 在准备的时候... 呃... 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 应该是... 念英文的时候... 真的吗? 因为... 对... 因为我觉得... 太痛苦了是不是? 对... 太痛苦了... 就是我跟朋友一起... 考了三次牙食... 耍得超多钱... 哇... 真的很多哦... 牙食是蛮... 对... 不服量对哦... 就... 就... 虽然那时候... 第二次就考到要的成绩... 但是... 但是因为... 拿到成绩单的时间... 跟... 就是金培要教... 英文成绩单的时间太紧... 要报名跟复考第三次... 就是... 所以建议... 就是... 呃... 想要报名金培的... 的同学... 英文... 就是要提早准备... 就是... 即使你的作品很棒... 但是... 因为英文门槛的措斥... 想要学校... 就是会有点可惜... 然后... 早点拿到英文成绩... 就是压力也会比较小... 这样... 嗯... 这点真的是大家要注意的... 因为你考完试... 还要一段时间... 才会收到成绩... 所以真的不要放到最后一刻... 才想说... 我终于准备好了... 我去考试... 早一点考也是比较安全... 对... 而且早点准备起来... 虽然我们都说... 就是... 延续你最后... 你再准备这个考试... 也还有时间... 但这个所谓的还有时间是... 还有时间让你去考试... 不代表说... 呃... 大家可能一下子... 就可以冲很高的成绩... 那所以当然... 如果你可以在... 报名之初就... 慢慢的把这个英文实力... 累积起来... 对... 一定会比较有帮助的... 就是如果你本身... 就有留学的想法的话... 对啊... 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 可能都要... 多练习一下自己的... 英文想法... 从一开始就把英文... 放到你的生活中... 那对你... 之后出国... 因为你们出国毕竟... 就已经要融入这个... 全部都讲英文的社会里面了嘛... 就是耳朵听到的... 全部都是英文的... 那... 早一点习惯... 这样子的环境... 呃... 我们可能没办法啦... 但早一点习惯... 英文... 不管是听或是说... 可能对大家都是... 比较有帮助的... 英文真的是最难的... 激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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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这么想... 很难得大家... 印象最深刻的... 不是言棋... 反正是... 我自己是言棋... 欸... 激动还是对言棋... 比较有印象... 对... 我是最... 最有印象是言棋... 那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对... 你有参加过实体的吗? 有... 我参加过一次实体的... 所以你参加过实体... 也参加过... 我现在实体... 对... 都有... 太好了... 那你应该有很多... 很多经验可以分享... 对啊... 就是... 在现场的话... 就是需要在... 一轴子内快速设计... 呃... 一个... 一个专案... 然后在... 呃... 在... 在现场的话... 是要快速设计... 两到三个专案... 那在现场... 跟... 线上的差别... 就是在现场... 就不可以使用手机... 会被抹收... 然后电脑也只能... 在教室使用... 就是... 回到一个... 蛮原始的状态... 就是可能... 跟视化管理... 对... 对... 就是手都需要用... 手写... 然后... 查资料... 可能就要跑去... 电脑教室用这样... 就是跟我们以前... 设计的过程... 就还蛮不一样的... 那在线上的话... 就是需要荧幕录音... 就是... 对... 需要防止我们作弊... 或是什么的... 所以在工作营的十天之内... 就... 需要... 一整天... 就是非常的专注... 在设计的工作上... 然后... 要利用最短的时间... 去发挥自己所有的特点... 还有... 在... 过去在设计上... 所学到的东西... 去... 发挥在作品当中...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蛮高压... 然后... 嗯... 需要... 我觉得需要自己先... 做好一点... 心理准备的... 十天... 那我自己... 参加这么多次的建议... 我是... 觉得是需要先去了解... 自己的设计习惯... 因为... 在平常设计的时间比较长... 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思考... 要怎么进行下一步... 但是就是在这种快速设计的限制之下... 我觉得可以在参加工作营之前... 去提早思考自己的设计脉络... 还有... 你可能会去简报的方式... 就可以在设计的时候... 更快速的执行... 然后再搭配上... 时间管理的能力... 就是在设计前... 先把自己所有的时间规划好... 所以才不会在最后... 可能要提交的时候... 才发现可能会有错误啊什么... 就是... 都需要提早预留好时间... 才会... 比较安稳的度过这个工作... 这样子... 嗯... 就是虽然你可能不知道题目... 题目要到... 实际到营队里面以后... 才会发现什么题目... 可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 action plan... 先事前规划好... 嗯... 这样自己比较要准备... 这个... 很重要... 今天有听到的真的赚到了... 对啊... 就知道... 可能怎么准备会比较好... 但我要补充一点... 就我们现在的实体演习... 是有开放大家... 使用自己的电脑查资料的... 不是... 你要说已经开放了... 已经开放了... 所以像这个... 我们有稍微... 有开放的年代一点... 他的手机还是会收起来... 可是... 我不知道品诚是不是也这样想... 因为之前也有很多人跟我们分享说... 他觉得手机收起来... 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当回宿舍... 你没有手机... 你就... 被迫... 要跟你的室友认识一下... 交流一下... 嗯... 我觉得也蛮好... 就是现场工作营的时候... 是可以跟大家互相讨论... 我也觉得... 就是... 回想起来... 觉得没收手机... 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 就是... 嗯... 就是有很多时间... 可以去跟... 就是... 不同想法的人... 互相激旦讨论嘛... 就不会... 像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做设计... 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建议... 然后再去改善... 这个也是我们... 没收手机其中的一个... 是这样吗... 是这样... 祝大家革命情感是不是... 对... 你们一定要互相认识... 不过... 也... 安慰一下其他组的同学... 就是... 这件事情... 没收手机这件事情... 是只有产品主有啦... 其他组都... 没错... 我们其他组是... 开... 开明... 开放... 开放的组片... 嗯... 但主要是因为... 每一组的进行方式不太一样... 或者是说... 特性不太一样... 对... 那像... 幸会就知道... 动画组的话... 因为他们的... 的... 作业时间... 要大概一天... 对... 被切成四块... 要缴四个作业... 所以这作业时间短到... 你可能根本没有办法... 去抄别人的... 或者是作业... 可能... 就是每天都会熬夜的... 你也没有时间... 可以跟别人... 做太多的讨论... 只要自己跟他旁边... 没有错... 你预期等别人做给你... 还不如自己赶快做一做吧... 对... 他们没有时间... 找外援... 那所以他们就不会... 有... 这样严格的规定... 那建筑也没有是... 因为建筑的scope... 实在是有一点大... 那... 我相信我们念建筑的学生... 不知道季东... 会不会认同我的一点... 我们建筑的学生... 是有自己一定的... 傲气的... 我们应该是... 每一层的学生... 都会自己的作品... 有一定的傲气... 没必要用法人的啦... 对... 应该大家都是这样啦... 那... 季东你比较有印象的流程... 是哪一个阶段... 也是演习吗? 还是... 还是就是英文的部分... 我觉得我比较... 有印象的... 应该是最演习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 呃... 面试那一关... 是我... 觉得比较特别的嘛... 因为我不知道其他组有面试... 但是... 我也是... 就是... 开始参加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 做完设计... 然后... 做完presentation之外... 还要进行一个面试... 这样...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面试是... 就是... 他的成绩依据... 或他的参考... 因为他们问的问题都很... 就是... 很... 很general嘛... 他不会问你设计... 他们是会问你说... 你未来的... 规划... 或是你的... 职业发展... 之类的这种... 很... 很抽象的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印象蛮深刻的... 有没有让你特别紧张吗? 嗯... 好像还好... 因为...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蛮会讲这种... 就是... 很虚文... 面试查人是不是? 对... 我们面试是每一组都有... 那这个是近几年来的... 新的环节... 那其实主要是... 我们想要知道同学们... 你对于... 你自己要争取的这个计划... 是不是了解... 就是不是只是... 随便来玩玩的... 因为我们想要知道同学... 呃... 的积极性... 那面试的成绩... 其实不是占... 绝对的... 因素... 那... 它只是... 它会是一个参考的分数... 但不是... 呃... 决定性的一个分数... 所以大家好像也不需要... 太... 比较紧张... 嗯... 但... 主要还是请大家... 就是可以在这个环节... 展示你自己啦... 要... 当然你可能还是要... 在事前... 尽量对整个计划... 有一些了解啦... 对... 或者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你现在争取的是什么... 你的目的... 对... 或者是... 我们有跟哪一些学校合作... 然后你可能自己... 比较想要去的是什么学校... 这些你还是可以... 事先准备一些的... 然后我觉得那个... 就是... 心态可能蛮重要的... 就是如果在面试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是... 就是先假定自己... 就会拿到这个机会... 然后... 就是用这样的心态去面试的话... 感觉... 就是... 可以这样好回答问题吗? 对... 对... 就是先选用这个user... 的立场... 对... 就是要有自信的进去面试啦... 让老师感觉到你的自信心... 可能... 会有一些帮助... 对... 然后... 还有... 就是... 我觉得很难的地方就是英文嘛... 因为刚刚有提到... 然后... 就... 那一样是... 平常可能... 就是要多少有点累积啦... 那... 因为我们... 那时候... 在准备... 英文考试的时候... 是我们要做毕业设计... 那其实那个时候... 因为建筑系... 可能大部分都有毕业设计... 然后... 就是... 那时候应该会蛮忙的... 所以... 就是... 可能还是要... 平常累积... 然后... 最后还是蛮建议大家去补习班... 其他同学你们可以参考一下的... 如果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把... 靠自己的力量把英文成绩拉起来的话... 补习班是可以考读的... 刚刚大家都有提到就是最困难的... 或者是印象深刻的部分了... 或者是走过这一条路... 可能会比较好... 嗯... 我觉得... 申请金培... 他... 首先你要知道的是... 他是一场... 我觉得他是一场马拉松... 你... 而且... 他考的... 不是... 他... 最重要看的... 其实不只有看你的设计能力... 就包含你的英文能力... 你也一定要过那个门槛... 你才会... 你才有资格... 拿到这个学校的名额... 然后你才有机会送出你的作品记... 所以... 嗯... 这... 整套流程真的会很长... 然后... 到最后... 一定会很累... 当然... 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算是我那时候... 我是大事的时候做的... 所以... 我... 基本上是一边要弄我的毕业制作... 然后... 参加演习跟... 考托福... 而且加上... 我以前的英文其实超级烂... 所以... 我也花很多时间在读托福... 那段时间就... 嗯... 很常会觉得很... 孤单吧... 因为你要自己一个人... 处理很多事... 然后... 就会真的觉得很累... 但... 你要... 我觉得就是要很清楚... 你自己的目标... 跟你想要什么东西... 如果... 如果你真的很了解的话... 我觉得... 嗯... 这段过程... 也不会到非常的困难... 但就真的... 你要自己... 心里想... 心里要很清楚... 你到底是... 为了什么... 在努力... 嗯... 如果目标很明确的话... 其实... 撑过那一段... 呃... 辛苦... 痛苦的时间... 就是你的了... 对... 应该是... 就是要坚定自己想要的... 对... 信念这样子... 那些会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 我觉得... 学弟妹可能可以有一个心态... 就是... 嗯... 了解说... 你知道金培有这个资源... 然后... 他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但是... 也要知道说... 嗯... 其实... 金培... 他也是出国一个管道... 而已... 我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 还有其他的管道... 你就算没有拿到... 也没有关系... 你是想要表达这样的意思吗? 对... 就是你要抱持着... 比较轻松的心态... 然后... 比较重要的是... 你可以脚踏实力的... 学习技术... 增强实力... 就是... 你不管用什么方法... 呃... 你的技术... 或实力够强... 你就一定可以去... 你想的地方... 然后... 你在准备... 金培的过程中... 嗯... 可能也会... 渐渐的了解... 国外的就业市场... 就是... 像金培LFB有... 学人心得啊... 然后... 像我们这个Podcast... 有很多相关的资讯... 但是... 嗯... 我觉得... 是了解... 呃... 这个就业市场... 这些... 背景啊... 然后... 国外这些资讯... 就是可以更... 帮助... 规划自己的未来... 就是... 轻松面对吧... 就是... 脚踏实地的... 呃... 面对... 遇到的... 那一件事情... 人家可能得知心... 不用... 这么重... 先把自己... 准备好... 然后... 有... 想要的话... 就来尝试看看... 但... 不管有没有... 拿到这个机会... 我们都是会有收获的... 对... 不过是因为... 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觉得很棒的是... 因为... 多实话... 我... 近几年来... 陆续地在... 增加很多不同... 拓展资讯... 的... 的管道... 就把我们想象成一个平台啦... 对... 所以... 是有心想要... 出国... 的学生... 不管是进修也好... 或是就业也好... 像刚刚欣慧提到... 我们在脸书粉专... 都会有... 大家每个月的心得... 那些心得当中... 也就会提到说... 这一间学校的特色... 那他课程所学的... 或者是说... 他有一些... 跟业界的媒介的机会啦... 等等的... 或者他们实习的经验... 那像Podcast的话... 就是我们也会邀请学员... 会来... 分享... 分享很多他们的经验... 或是他们的观察... 那这些... 就不管你有没有利用... 金培这个工具... 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工具啦... 那不管你有没有... 利用这个工具... 拿到这个机会出国... 那相信都是一些... 留学的... 蛮有... 也不一定是留学... 我觉得就是很多学员... 他们写心得真的很用心... 他们有很多... 可能设计上面的方法啊... 或者是他们也会放一些... 可能老师交给他们的一些素材... 然后一些工具... 连结都会放在他们的心得上面... 所以即使你没有想要出国留学... 那你只是对设计有兴趣... 或者是... 你本来就是这个领域的... 都可以上去看看他们的... 就其实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源... 对... 去运用... 而且我觉得我们... 金培的学长姐们... 真的大家都... 蛮... 热情... 然后也很希望可以分享的... 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 想要了解... 我觉得他们都蛮愿意... 呃... 回答你的问题... 或者是... 对啊... 如果新的... 在新的底下直接留言... 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问题... 我们都会cue学员来... 来回答... 来回答... 品诚呢... 品诚你有没有觉得... 呃... 在整个征选的过程当中... 用什么样子的心态... 可能会比较... 顺利... 特别是你可能参加了不止一次... 嗯... 我自己觉得要保持... 比较开放的心态... 去愿意接受... 很多不一样新的... 挑战跟机会嘛... 因为... 我觉得其实... 对... 就像刚刚... 幸会提到嘛... 就是机会其实有很多... 就是... 不要觉得自己... 可能做不到... 就不去尝试... 就是... 我自己像是... 大二的时候... 就有投过金培嘛... 但那时候... 其实经验很少... 我自己就想说... 我一定比不过别人... 但是... 我还是想说... 可以... 投看看作品... 去尝试看看... 结果就有上到第二阶段... 那我那时候... 来工作营的时候... 也是想说... 对... 不管有没有上... 我自己像是... 到工作营... 就是... 可以... 经历过的... 就是... 一定会成为... 养分... 像是我在工作营... 就从... 不管是同学... 或是老师... 都已经学习到... 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像是跟... 老师讨论的时候... 就可以了解到... 可能... 各国对于... 产品设计... 着重的点... 都不太一样... 跟台湾有... 不一样的差别... 然后... 就可以... 继续累积... 到下一个阶段... 然后... 也可以调整自己... 在设计上面的方法... 所以就觉得... 嗯... 一定要... 找到机会... 就要去尝试... 然后慢慢的累积... 就最后一定会找到自己... 适合跟喜欢的方向... 嗯... 就先不要得时薪那么重... 就是... 有想要参加的话... 就赶快来参加... 来报... 就反正... 你投出去了... 就算... 嗯... 没有上... 你也不会损失什么... 反正就是... 你还... 甚至做了自己的作品集... 反正还有... 累积一些东西... 嗯... 我就趁这个机会... 把自己的作品整理... 整理... 不然等到你们... 大肆要找工作的时候... 再整理... 可能会蛮辛苦的喔... 景培... 其实就是你们作品集的... 就是... 编打你们... 去做作品集... 对... 趕快把作品集... 做出来... 对... 治你们拖延症的良药... 哈哈哈... 对... 那其实东西的呢... 嗯... 就我觉得刚刚... 那个... 品诚跟欣慧讲的都... 都... 蛮好... 就是... 不要太有得失心嘛... 那我觉得... 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要... 要有点耐心... 就是... 因为我也是参加了两次嘛... 然后... 第一次也是就是很惨... 然后第二次好不容易就是才... 有达到比较前面的排名... 那... 就是我觉得... 就学弟妹如果想要参加... 或是他们参加一次... 然后... 没有... 上的话... 其实... 就是... 就无所谓嘛... 很多事情都是... 就你试一次不行... 然后你试第二次... 或第三次... 然后就给你... 就... 就给你... 就是可能... 给你拿到... 就有机会了... 对... 所以我觉得... 嗯... 还有可能你要乐观一点嘛... 就是... 没拿到可能就是... 你可能不太适合... 或是... 上天不想要给你这个机会... 就代表你不好啦... 就是... 真的有可能... 就是你对... 你跟我们合作的学校可能痛掉... 不是那么... 合拍...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如果乐观一点的话... 你可能可以... 过得开心一点... 对... 就不用为了... 就是可能假设没上... 或是... 成绩不好... 然后就... 整天在那边... 都已经不好... 这样好像也... 蛮糟糕的... 对... 应该是说... 你们可以进到... 都代表你们... 已经够优秀了... 所以不要想说... 我最后没上... 是我自己的... 表现不够... 其实你们都已经很棒了... 不管有没有拿到... 最后这... 可能... 有没有一百多万... 有啦... 有一百多万... 这样学金... 特别他们在美西... 对... 对... 你们觉得... 第一桶金花掉了... 还没有到手上就花掉了... 过路才省... 好... 但不管有没有... 拿到这个机会... 就是... 这中间的收获... 就是希望大家都... 都可以帮助到... 学员们... 嗯... 好... 那... 节目的尾声... 我们要再来收集一下... 学员的口袋名言... 那请四位... 同学... 给我们想要参加... 敬佩的学弟妹们... 一些... 呃... 激励... 就是这个名言... 可以是你自己的... 座右铭... 或者是... 你比较有感触的... 一段话都可以... 嗯... 我想分享的一句话... 应该是... 尼采... 说的... 那句话是... 懂得为何... 承受... 任何... 就... 有点像呼应... 我刚刚讲的... 你如果... 懂得... 你是... 为了什么... 在努力... 然后... 为了什么... 在承受这些的话... 你... 之后... 就可以承受任何... 辛苦啊... 孤单啊... 还是... 你真的很想... 很想放弃的时候... 像我很常会... 告诉自己... 就... 如果... 连我现在... 连我都觉得很累的话... 其他人... 一定也觉得很累... 那... 我... 如果再坚持一下的话... 我应该... 我应该就是... 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 其实就是... 目标明确一点... 然后... 自己的那个... 呃... 能够撑过去的那个力量... 应该会比较... 比较大... 对... 比较大... 呃... 就是... 放下压力... 呃... 感受... 创作当下的心情... 不管做任何创作... 都要have fun... 嗯... 很棒真的很重要... 对... 你自己做得不愉快... 那个作品... 可能... 呃... 看到的就... 他们接受到的... 可能也就不会那么愉快了... 所以打动自己还是最重要的... 嗯... 那品尘呢? 嗯... 我自己的话... 是保持乐观积极的... 未来的分散... 可能会出现在... 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柳暗花年又一春... 又一春... 我们今天的语言都... 非常的阳光... 对... 不愧是在美西... 是我的孩子们... 要有很乐观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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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喜庆... 对... 没错... 果然乐观... 那季东... 想要用什么话... 来跟大家勉励一下吗? 我觉得... 就是可以勇敢一点吧... 因为... 就是这个想法... 可能很多层面都... 都可以套用... 就不管你是... 就是想要跨领域... 或是... 出国念书... 或转换跑道... 或甚至就是... 就是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 那我觉得... 你如果没有跨出去的话... 你都不会知道... 就是这个决定... 会带你到... 什么地方... 所以... 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勇敢一点... 然后... 我觉得也不是说... 你走出去第一步之后... 后面就会越来越好走... 而是我就觉得... 你... 跨出第一步之后... 就是... 你后面大概... 就是可以... 越走越... 有自信... 或越走越踏实... 这样子... 那... 我感觉现在可能... 很多学弟妹都是... 想出国... 但是担心可能... 英文不够好... 或是... 就是担心还没拿到金培的... 经费... 就要先自己花很多钱... 然后你还要补习... 然后或者是... 你的时间也要花在那边... 所以... 但我还是... 就是蛮鼓励大家可以出来看一看... 因为... 外面的世界... 真的是比想像中还要... 大很多... 然后... 我觉得也... 精彩很多... 而且也没有想像中... 就是... 那么... 遥不可及的感觉... 对... 所以... 就你不踏出第一部... 你永远不会知道... 后面有什么... 在等你... 呃... 我们... 可能在... 建筑系就可能会... 做很多的... 案例研究嘛... 然后... 或是你可能平常会看很多... 电影... 或是... 美剧什么... 然后你... 那些... 电影... 或是书... 然后... 它其实... 就是在你生活当中... 的... 场景... 或是... 的... 建筑... 然后你可能平常... 走路... 就会经过的地方... 那... 这种感觉... 会... 蛮... 刺激的... 那... 对... 所以我觉得... 就是... 在国外的这些经验... 就... 还蛮... 就收获蛮大... 然后我觉得... 它也是一种... 可能... 算是无形的资产吧... 然后... 虽然说...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就是量化... 就是... 你以后... 对你的工作... 或对你的... 有什么帮助... 但是我就觉得... 它... 算是蛮... 丰富的一件事情... 这样子... 好... 所以还是鼓励大家... 勇敢争取... 不要... 呃... 想得太多... 把自己... 局限住... 嗯... 好... 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 那... 我们就是... 期待在十月的时候... 可以看到你们... 在国外非常... 丰富的... 成果... 带回来跟我们一起...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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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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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金培计划... 报名只到5月31... 对艺术或设计... 有兴趣的同学... 只要你是大二以上... 到研究所的在校生... 都欢迎报名... 想要了解更多... 计划内容的话... 也可以上... 金培的脸书粉专... 或是YouTube官方频道... 观看计划说明会的直播哦... 美国校的介绍就到这边啦... 请跟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集... 我们会继续启程前往下一个国家...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